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 问个问题 如果一群苍蝇围着一个鸡蛋嗡嗡叫 那鸡蛋大家知道它一定毛病 这就是俗话说的苍蝇不定没缝的鸡蛋 那我们应该是牵弄于苍蝇说你这太坏了 还是应该鄙视那个有缝的鸡蛋呢 这个其实大家都能想清楚 应该怨那个鸡蛋或者把鸡蛋埋了 或者把鸡蛋那个缝给它补好算了 因为我们改变不了苍蝇追逐这个腥臭的这个本能 就只好和鸡蛋来较劲了 新能源汽车这两天爆出的新闻 大家发现它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鸡蛋 去年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生产厂家大增 爆发式增长达到了1857个 比14年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1244个 增长了两倍多 那在15年申报新能源车型公告目录的160家企业当中 专用车企业达到99家 客车企业达到了77家 这两项都是商用车 而常用车只有多少 只有24家 那为什么商用车这么火呢 因为商用车所包括的专用车和公交车 大多数都是由政府买单 我们再来看看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销量啊 14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 记住大家这个数啊 7.5万辆 就75000辆左右 15年产量达到了37.9万辆 销量是33万辆 增长了4倍 而且呢 去年最后两个月 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了紧喷 大家都当利好消息 说新能源啊 好啊 11月单月产量超过全球其他所有国家 加一块 12月产量再飙升了两倍 达到了63,525辆 为什么呢 因为从2016年开始 新能源车的政府补贴标准将逐年降低了 不抢 白不抢 到现在我们大概明白了 新能源车的火爆是因为政府补贴 也就是说 政府补贴是新能源车这个鸡蛋上的缝 这个缝有多大呢 以33万辆的市场销量来计算 政府补贴至少是300亿 有媒体报道说 2015年可能有高达10亿元的补贴资金被企业以各种方式给套取掉了 一家客车生产企业的人说 国家补贴基本上已经可以覆盖新能源车和传统车的成本差 而出售一辆新能源车 除了国家补贴之外 还可以享受到几乎一比一的地方财政补贴 有的还是省和市里的双重补贴 一辆纯电动大巴 补贴最高可以达到上百万 还有一种说法是 6米到8米长的纯电动中巴车 国家和地方补贴加起来60万 远远超过了成本 就是一辆电动轿车卖出去以后 也最高能拿到12万的补贴 企业赚了多少补贴呢 只有自己知道 闷声发大财 但是上市公司必须对社会有所交代 因为我们能看到它的公告啊 比如中通客车 15年的业绩预期是全田净利润同比增长将近五成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3.4亿到4.19亿 同比增长21.6%到49.86% 这个在现在实体寒冬的时候 这是一个特别亮丽的业绩 那这主要源于去年新能源车销量大增 另外呢 2015年前三季度收到国家新能源补贴推广款达到了12亿 还有宇同客车去年8月发布公告说 8月24号晚上获得了一笔郑州市财政局支付的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款30.4亿元 可能这两家汽车业大佬呢 获得正负补贴呢 是正当的 咱也不能说人不正当 是符合政策的可能 但很多所谓的这个新能源车商 那就是鸡贼 就是想着玩 圈钱 一个厂商在一年之内就能完成收购啊 厂房构建啊 产品下限啊 然后急急忙忙的就卖出去 然后拿了补贴就赚大钱了 把传统的车装上电动力啊 没有什么技术门槛 随便一条简陋的组装线就能批量生产所谓新能源车 然后呢 或者转手卖给自己的租赁公司 或者获得补贴以后 就干脆拆下电池 然后重新利用 再重新申请补贴 轻松的就能套取上亿元的新能源补贴 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一个汽车厂的工人六年前辞职去做汽车改装 这两年呢 就靠把传统汽车改装成电动车 拿补贴赚钱 只要打出可可让 一台车就稳赚十万的补贴 最让人受刺激的是 最近他大方的向这个老东家发出了近万台的 无动力车身采购订单 然后把外购的这电池往上一装 就成了新能源车了 大把大把的赚钱啊 说起来呢 这个工人还是有良心的 还没忘了老东家 大家一块赚钱 双赢 那去年呢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和上盘量之间有七万辆的差距 有专家就认为说 这些车可能根本就没上路 拿完补贴就停在库房了 也可能把电池拆了卖了 或者重新组装一下 再申请一轮补贴 这些车各种技术指标都很可疑 没上路也许是好事 总比上了路当马路杀手要好 我也相信许多上路的新能源车很可疑 不靠谱 那么他们怎么能上路呢 许多人都说过了 商家是贪婪的 苍蝇是追星的 对吧 而官员是忙碌的 有的呢 也不懂行 于是放走了这些鸡贼的商人 但我觉得呢 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 就是政商联手高腐败 在利益面前 很多人都挺不住 包括那些经受我党教育多年的干部 前些日子爆出的辅顺的故事呢 就很震惊 东北老工业基地日子不好过 国家给破产的企业有一些财政补贴 于是这些鸡贼们就看上了这块肥肉 辅顺市国资委和辅顺旅厂 伪造了5427份职工档案 套取国家财政5个亿的补助 这事为什么让人震惊呢 福顺旅厂是一家国企 福顺是国资委 是一家政府机构 是咱们党的一级组织 这俩却联手来骗中央 那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这种事呢 并不新鲜 比如国家审计署曾经发布的 13年的25号公告就显示说 一共有102个项目单位编造虚假申报材料 套取骗取国家专项资金5.56亿元 其中不乏有格力啊 TCL啊 长虹啊 汉能啊 等等知名的企业 所以苍蝇不分大小 既然这种骗中央的故事如此普遍 那在政策的设计上 就应该尽量的减少使用财政补贴 因为财政补贴是人为的 是权利的 而人呢 又是有弱点的 权利呢 又容易被腐蚀 但也有政府的钱花不出去的时候 去年3月 广东省公布 说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这个意见 决定4年里安排资金25亿元 对各类创业免收各种费用 发放各种补贴 并对创业者入户 条件也放宽了 还对这个在校和毕业5年的 普通刀校学校啊 这个职业学校啊 什么技工院校啊 这些创业者 给予一次性的创业补助 可是至今呢 申请者寥寥无几 有钱还能花不出去吗 去年11月 广东青年创业创新大赛 结果就出来 这些项目呢 大都获得了市场的投资 显然这些项目的含金量 要远高于那些所谓的什么新能源车 那么广东 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 因为这个大赛呢 获得了领导的重视 什么省发改委啊 精心委啊 教育厅啊 科技厅啊 人设厅啊 商务厅啊 还有农业厅啊 金融办 团生委 全来参加了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 评委 除了官员 还有投资人呢 金融人士啊 企业家啊 高校创业 导师等等 这就规则就严谨了 那除去这些规则 和专业人士的保障以外 还有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这些创业者 还没有被污染 没有一门心思的 想着骗国家的钱 比那些鸡贼 要纯洁的多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红七点明天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